現在你有非常不利的幾個 首先第一點 我們應該會更懷疑 在挖車上的人 因為當天就要死 但是現在沒有證據 沒有證據證明 你知道這件事情 當然你也可以撒謊 或者是隱瞞我們 你是知道這件事情的 第二個 確實 凶器是跟冰雪有關係的 而你是這方面的專家 而且當天又下雪 這樣對我是很不利的 但是我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 我不能唱《雷雷狗》了 我的魔法沒有辦法正常發揮了 就算是你沒有用你的魔法 去做這樣一個武器 你也是最瞭解這些凶器的人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我覺得對我來說 很有利的部分 就是說前一天晚上 九點到九點十分 因為我發現了 有毒的蘋果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去找他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對 但是他沒有要回答我 就是這個有點說不清 然後他給我留下了一句話 嗯 他說 你先不要著急 等到畢業典禮結束之後 我會告訴你一切真相 我這樣才走的 所以我為什麼要在當晚殺他 那我為什麼不等到 我一個好姐妹 最後給我一個交代呢 我不是就問他 要這個交代的嗎 殺了他 你就永遠不知道答案了 對啊 你知道嗎 你這句話是非常有說服力的 但是這句話是完完全全 沒有別人可以佐證的